聽爸爸的話 現在先不要用這個聲音太大聲 你先畫畫好不好 可以嗎 好不好 為什麼可以推薦給你 送給你一個箱子 因為我在2016年 正式調回來台灣 我回來之後 有辦法去接手 三個小孩的一些照顧 那他有辦法去跨出那一步 離開家庭的那一步 那我發現他越來越進步 介紹大家一下 今天要我來到 我們台北遠山花博擺攤 是我們原住民美食祭的活動 也有原住民的攤位 也有我們新住民的攤位 我的攤位是24號 等一下媽咪去跟你玩 謝謝你 好 我以為這是我的女 謝謝 我怎麼要只買一個 老闆 你看 老闆 你為什麼背人家 那我就冒昧的 就跟我們火力相互相這樣子 私訊一下 就這樣子去推薦說 希望說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看見我們節目在 新住民在台灣的努力 我們可以嘗試看 像我一旦 我一旦也不客氣 才來 我一旦不客氣 我一旦 Planck 最多年來 在台湾里面和国家制作人 当我从台湾里面和国家制作人 在台湾里面和国家制作人 下火了 解決 這個小小帶子你不好解決 一號二號三號 認真我也是把那個單員工再管理 好你現在完成這些事 完成這些事之後我給你休息 我就會有那個碼表 你們自己去按四十分鐘 可以看電視或者是玩手機 好四十分鐘後我停 我再找下一個事情給你做 來 你幾歲 有什麼幼稚園 還好有我先生 他在我背後支持我 還有幫助我很多 小孩也是啊 像最近我工作的在外面 都是他在協送小孩 他最辛苦啦 有小孩讓我去成長很多 也因為我們的婚姻遇到很多難關 也讓我去成長很多 所以下一次的話 我還是一樣會娶 通鞋 因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起通鞋 如果當初我們當初 那時候後面可以去講 當初在交文那一上那間 有另外一個台灣同事 在那邊女生的 後來也是在 吵架思考的時候 我們在吵架的時候 如果當初我娶她 說不定我沒有現在的心境 真的 沒有現在的心境 因為婚姻從一開始辦不過來 小孩子也沒辦法度過我們的戶口 因為老大在那邊生 好多好多的難關 要促使我需要去突破 去修正自己的心境 如果當初是跟台灣女生結婚的話 我相信沒有現在的心境 第一次去柬埔寨就是外派 那一次 因為我們外派一次要三個月 那我是20108月16過去 那下飛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柬埔寨的龍邊 金邊機場還是非常的狹小 還沒有說很現代話 也還好啦 運氣好工廠剛好離金邊市中心 五分鐘的車程 算是蠻靠近金邊市 公務星的一個工業區 其實我們柬埔寨在台灣 算是稀少 對 當然我們的文化 其實如果大家認識泰國的話 我們柬埔寨跟泰國的一些文化 還有一些習慣都差不多 然後語言啊 穿著啊 都差不多到 幾乎會很多的像是百分之七八十了 我們柬埔寨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就是 柬埔寨是不是會想到五哥窟 沒錯 五哥窟是柬埔寨的最有名的一個旅遊景點 因為他以前早期是一個皇宮 然後也是世界的七大七級之一 現在呢就是很收歡迎觀光旅遊客 去旅遊的一個很棒的一個足跡 那外派在柬埔寨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是先從倉庫開始歷練 這樣子 倉庫歷練的時候剛好我老婆喜琳 她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大敵組的一個翻譯 也叫做幹部 一開始也沒有去注意她 因為那時候是很忙 因為到不同語言的地方 她拿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些單據上的起衝 她就不開心 也對 從早家開始去認識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開始是認識 互動才會慢慢的加深 應恨而愛這樣子 我們最誇張我聽一下 還沒有正式交往 她一直從鄉下 從老家回來 禮拜天晚上 大概七點多 搭我手機 李先生 李先生 我在樓下 因為我那時候住屋頂 我們宿舍可以看到工廠大明 我在樓下我就走出來洋台看 什麼事啊 沒有 我帶菠蘿蜜 這樣子我就想說不用啦 不用帶水果又菠蘿蜜 那是我們柬埔佳人的那種熱情 很喜歡吃那個黏黏絲絲的 親朋好友都會帶東西收 我說不用 因為我那時候為什麼不用 因為我才剛看一個什麼 在宿舍裡面看到 下降頭的那個電影 又是南洋 沒有講柬埔蜜 我想說哇 真的去看怎麼樣 對啊 我覺得她朋友 從鄉下來帶一些東西來送朋友 我不只送她一個啊 我送很多其他人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是怕我吃了會怎麼 哈哈哈哈 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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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準備這些東西了 因為我今天就要出去擺攤擺試劑 然後準備的是我們柬埔袋的肉粽 我們肉粽跟台灣肉粽不太一樣 我們肉粽是長這樣 等一下給大家品嘗一下 裡面肉一包三層肉 三層肉還醃那個黑胡椒啊 還有一些研發這些 然後還有中間那個黃的就是 LITTLE人 拿手機 手機會有拿手機 我平常參加自己不固定 因為有時候有活動 有時候沒有 但我這個業績有兩三次的試劑 好 不用把書打 它不會定住 好了 太時尚 你看到我往邊走 不會幫忙賣東西 就是 如果有客人來的話 就說 他假如要買這個東西 我就說 你好請問你要買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這一個 然後我就跟他說幾塊錢 如果他要買的話 就拿錢給我 如果有要找錢的話 我就找錢給他 我來 我來這個嗎 嗯 一般有些時候 像這樣市集的話 我們不會爛起來自己 那是像這個市集 這個花坡 如果我們去的旁邊的公園 還是什麼 我們都常去 所以我就會讓他們過去 因為他們就在那時候 十幾塊錢 你們到那邊 他們就知道可以在那邊玩 剛好今天 先生也有空 小孩也有空 然後就一起出來 但也有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出來 對 只要他們有空 都會前家出動 姐姐帽子給我 姐姐帽子給媽咪 我今天是來到我們台北原山 花博擺市集 今天的市集是我們原住民美食季 對 然後一般就是原住民美食 一般是新住民美食 就是主辦單位邀請 來擺我們撿不在的美食 其實我擺它是有很多的地方 不只我們台北 我還到桃園新竹 還有雙北新北都有 歡迎來到我們原山花博 原山花博是四號出口 大家好 我的老闆 這是泰 泰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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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播 二十個人在看 真的 直播 直播 臉書直播 二十個人 二十二個人了 二十五個人了 通過寫一下 就常常出來擺攤 然後都是新住民嘛 我們各國家來的 所以就大家都互相認識 然後常常見面就這樣 對啊 我剛剛到處直播 就是我認識的攤位 就介紹一下 這樣印尼啊 越南 泰國啊 哦 半生半生 我有這個很大的勇氣出來 欸 我滑了第三胎 我就在想 我怎麼樣能在家裡 可以雇小孩 雇家庭 然後又可以 有價錢賺 就減輕先生的負擔 所以我就想到 做網路 網拍 賣東西 那賣的是 從自己國家的一些商品運進來 那時候先生還在 柬埔寨嘛 他每次休假都會幫我帶 我就把家鄉的東西破 破在臉書 社群跟社團 然後沒想到就很受歡迎 就是 那時候生意還不錯 生意不錯 所以 我最近 才有那個勇氣 他出去 趕快賣完啊 在那裡去吃啊 好了 怎麼了 哥不喜歡我了 哥不喜歡哥哥 你怎麼知道我不喜歡你 你怎麼知道我不喜歡你 哥我 不好意思 我在柬埔寨的出生地 是在甘拉森 現在大家叫甘拉森 做到我的兄弟姐妹的話 從 因為我父母有年紀了 他會講故事給我們聽 他說生了十二個 就包括我了 就打戰內因為戰爭啊 有些從小就咬著 有些就餓肚子走了 還很小小的 所以剩下 到現在生氣味 包括我 我是最小的 我媽媽已經年紀有點大了 台灣這邊算是高齡了 四十幾歲才生的 今天你都不阻止他們 用石頭磨我的東西耶 我家人對我跟外國人交往這件事 其實 爸爸比較反對 因為爸爸也蠻 比較疼我 他不希望我 結婚就跟外國人到國外生活 然後也不放心 然後我就帶我老公 帶他去我家人 就爸爸看這個 外國人還蠻有禮貌的 他也懂狀況的人 後面我就幫他講很多好話 然後我爸還說服我爸說 可以 但你們先不要去國外生活 所以我那東西是聽爸爸 我就跟先生說 我們結好婚 先在柬埔寨生活 第一胎是在柬埔寨繼續 結好婚 繼續在柬埔寨 兩夫妻在柬埔寨發展 然後也剩了第一胎 第一胎是在柬埔寨老大 直到懷老二老二是男生 因為是男生的關係 華人還是會重視傳中介帶這件事 聽到男生一定要叫我回來台灣 媽咪會問爸爸喔 他真的允許你們看嗎 沒有 對啊 那為什麼說可以 然後 生老二是男生的時候 老公還再見不在 我一個人來台灣生 那時候 很難說那時候的心 對 緊張又不習慣 又陌生的國家 又沒有親人 雖然公婆那時候很疼 很照顧 因為她代替她兒子照顧我 的確是她很照顧我 只不過我本身是吃不習慣 新的環境不習慣 文化背景不一樣 講話有時候 我不是要那個意思 她可能會想到別的意思 或者是她不會是這個意思 這個行為對我 但我 居然用我那個想法 就不在那個觀念 來判斷這件事 所以就是語言是很重要跟溝通 我相信那時候的安撫應該是 不會像現在的話 因為那時候安撫應該會是 用當下的心境 當下心境的話 安撫 我相信那個時候 應該是講得很不好 不會啦 對 她要我留著 她很處理 那種安撫我已經心安下來了 要不然我會 都會害怕緊張 家人也對 就安心著好好的照顧這一台這樣 老婆先來幫忙 我無法回答 我無法回答 我是結了溫生的小孩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是不是後悔 後悔 原來人生是要調適 要去進步 那邊還沒 那邊還沒 等一下我會處理 跟爸爸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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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疫情前 他也是平凡的出國啊 然後疫情過後不能飛嘛 先生就暫時沒辦法飛 然後最近開放了嘛 九封開放了 又可以飛了 又開始又平凡的出國 我今天就休息一天就想要去苗栗造的姐姐 因為一位姐姐是在很久以前認識 然後也好久沒有見面了 然後也順便去見一位同學 印尼的朋友 他也是客家人 因為剛好先生出國 沒在家 然後小朋友也剛好暑假就去阿嬤那邊玩 只要我今天工作休息 就想一個人出去走一走這樣 對啊 今天很開心 是因為跟平常不一樣 就是以前都會牽大牽小的 每次出門都 都那麼多熱鬧的 對 跟家人 那今天一個人就感覺不一樣 很快 很快 只是把那個Copy 然後貼上載握 或者Excel檔就好了 這邊一檔就傳給我 休假還這麼忙 還好我沒有帶電腦 因為本來帶電腦 我就一直做我的事 但我想說想休息 因為久晚沒有睡 好 哇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頭 解決票 請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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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姐姐 好久不見 妳坐高鐵來 對 叫高鐵 其實在我家附近耶 高鐵在我家附近 這位是姊姊姊 我們認識的姻緣就是 從台灣一起到 柬埔寨的客家村 對 那時候是有什麼活動 什麼交流啊姊姊 你介紹一下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 參加科爾會的南向計畫 2016年 我們就開始那個 第一次那個時候 去台灣的朋友 去到柬埔寨雲塞村 全部都在學校園 那都在學校園 後天一年的時候 學會去要求我們就說 去台灣那個新住民 柬埔寨的新住民 去那些 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就當幸運的 當幸運的寶寧 去到柬埔寨 差不多去20禮拜 就在學校園 還有一些相關的活動 成果展 小林的檔天室 厲害 你去看看 安久沒來的展覽 沒那麼輕鬆的 可以去看看 我們進來吧 好嗎 你有沒有看了什麼 看這個 超超超 你看那個拼音 我想說 安久好嗎 安久好嗎 你真的有厲害喔 你有學到喔 我找不到這個地圖 我只早知道字是嗎 對 就是 因為你們是中南半島嘛 對 然後你們是在靠裡面 這個是越南 他們比較突出來一點 對 有個地方靠海 不然 你們就變內陸國家了 就會像寮國一樣 變內陸國家 就這樣內陸 一開始的時候 學會比書說 台灣的學校園 沒有人東南亞 那些學校園要交流 比如說可能 他們全部都是從廣東那些片來的 不過因為他們就 我看來 那都沒有去用我提防安久的 一百六年的嗎 可能 如果說實驗 雲塞春年營 其實要說實驗 因為我們有帶他去 中央大學做語言檢測 他就要做實驗 不過 語言其實差很多 因為我們是台灣的實驗 他們變成 柬埔寨的實驗 就是摻雜很多當地的 少數民族的語言 我們沒有發現 我們在那邊講話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用華語 跟他們溝通 因為真的他們的客家話 我真的沒有辦法了解 忘記錯 還要忘記錯嗎 切小小 切小小 我先 好 這也是客委會他們的計劃之一 應該就是想說 希望台灣的新住民 柬埔寨新住民 能夠也藉這個機會 回去柬埔寨 而且事實上 我們也有安排喜琳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 也是柬埔寨新住民 一起跟當地的婆婆媽媽 做交流 分享說喜琳他們 在台灣的生活 是怎麼樣的生活 妳是要做 是當成肉用 用當成肉的嗎 妳要加點油是比較好吃的 要有一點肉 妳說瘦肉不好吃 那我回台灣妳要做 來吃吃看 第一時間接到這個計劃案的時候 也想說回去走走 沒想到到當地竟然有這麼一個村 就是銀塞村裡面有那麼多的客家 我從來都不知道 我雖然是當地人 我真的不知道說 有這樣的華人 就是客家人 我大概知道有草州 有廣東這些 但真的不知道客家人 那麼多 然後寧寄在一個村莊裡面 然後那麼便便這樣 所以這是我 很難忘的一個體驗 如果想要增加就不會增加 我從加入 節目家的客家人交流之後 我才知道說有這個文化 然後來到台灣才 對這個文化又有心情 然後到每個地方 只要看到客家的 那種印象你知道嗎 就親切的 我有去過 自己節目在的 國家的一個文化村 來到台灣也有客家 所以很喜歡 想要知道這個文化 他們就在那邊上岸 所以我們客家人 大部分我目前觀察到的 三合院比較多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都是農夫 要種稻子 那通常我們那個voton 我們說那個屋子前面 這個空地是要曬骨用的 我今天來苗栗找姊姊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這次是專程 跟姊姊約是去年的事 好多年了 約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有來苗栗 都會一定要來找姊姊 對對對 我本身也是客家人 但是從小到大也是會講客語 要不要展現一下客語 可以喔 紅棗就是紅棗 我們略生的 就是最多農民中的 紅棗 台灣的紅棗 東有名的 就是人家說是一個紅寶石 要戴手套喔 因為我會怕手曬得很黑 就這樣 對對對 把手套戴起來 我要教你怎麼採呢 我們走這邊的 你再來到台灣那麼久了 有沒有看過紅棗啊 第一次 第一次看過紅棗園 紅棗就是很特別的 你看 它會有刺喔 又很小心 你採的時候就是要看 這樣就可以採下來了 怎麼看 哪一個可以摘 哪一個不可以摘 要摘粉 要摘粉 摘粉 要摘粉 摘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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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時間到了它也會甜 直接可以直接吃嗎 可以馬上吃 因為我們這邊幾乎都是 無農藥的 我們都是種油機的 OK 對 直接就可以吃了 泡過冰水最好吃 泡過冰水 會很脆 然後那個口感酥酥的 還是好吃啊 很好吃 很好吃 吃多一點紅棗呢 就是會對我們身體很好 這支皮怎麼這麼好 怎麼這麼硬 踩的時候要有技巧 要順方向 因為就是我們從外給加勾來 就是有這個緣分 然後就是 它也很好 就是好香醋 好香醋 就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有時候還會聯絡 這個很好吃 最標準就是這樣子 全部都可以採 對 很甜 要不要吃 好啊 好好吃喔 我很喜歡 好吃嗎 你看你採很多耶 哇很厲害 我手快 我手快 皮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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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女的比較喜歡拍照 還是柬埔寨 兩個都喜歡 兩個都很喜歡 你看她也很喜歡拍照 台灣人有些人也喜歡拍照 有些人還刻意 爬山 然後到山上就脫掉了 我只穿那種運動的 我們就是有目標的 為了更好的生活 過得更好的生活 來到台灣就不一樣了 我們已經要更努力 老公不一定會給錢給你 對啊 我們嫁過來的人 幾乎都是 看每個人命運吧 我們就存多錢 我們要想到處玩 你也知道 我很愛 她也很厲害 因為我們有臉書 我們都知道皮膚 我都告訴我 對 她很愛玩 我是去享受 我想要享受的 柳山碗水 對 我們印尼也有 真的嗎 姑娘 你要去哪裡 去巴黎島抓瓦 抓瓦島 哎 姐姐你吃飯了嗎 咱們吃了嗎 咱們吃了 但我們要買飯 咱們要走一下 然後 這個 對 謝謝 還有一樣 這個 對 吃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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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去看魚塑 哈囉 兩個 你好 剛剛在阿嬤那邊吃什麼 就是吃了粥 粥飯 還有醬茶 還有 還有肉 還有肉 煮什麼可以啊 煮什麼可以啊 最好的 一起吃飯到 意見都不愁美 說你吃啊 說你吃啊 就 我本身啊 晚上平常沒有要 太少煮晚餐 因為工作回來就很晚了 就沒有 買便當比較快速 就假如三個小孩 我一個大人 兩個便當就OK 但假日 就會有時間 因為我煮會花很多時間 不會 那個 夫人想吃飯對不對 沒有 我吃飯第一 我的姐姐很長 然後在那邊 他就吃到很長 然後我們自己玩自己 每次老公出國啊 出差 說壓力不大 是 不可能 還是會有 只是說 只能去面對啊 去解決 解決多少 算多少 就是 就是 我會覺得爸爸比較辛苦 因為 雖然媽媽也是要有在上班 可是 我覺得爸爸比較辛苦 是因為 爸爸上班的時間比較長 然後 休息的時間也很少 回來家裡 又要幫忙 拖避掃避 然後還要趕我們睡覺 我們去睡覺的時候 他還要 他還要 他還要再做我們 剩下美作的事情 然後 媽媽辛苦的地方呢 就是 他每次 他就會 上班 他就會去賣東西 幫我再 多增一些錢 可以讓我們繳學費 然後 也會幫忙 接乳 接乳 上學 或下學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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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比較喜歡爸爸不在 還是喜歡爸爸不在 爸爸不在 都 開頭皮好 都喜歡爸爸 最喜歡爸爸 但爸爸不在 最開心 不然講那個 爸爸來之後 你在叫我們做事 我說了 對 那媽媽不會叫你做事嗎 不會 他只會打人 他不會罵人 對 我怎麼都打過你們 打過母娘 那媽媽 你真的很慘 可能很久了 我忘記了 沒有 在小孩的過程中 沒有我 壓力 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有點累而已 就是 累的喊他們 累的叫他們這 叫他們那 對啊 他們也有開心 因為 有他們在才會熱鬧 他們在會家 家裡會 安靜那種 不太習慣 不要興奮過頭好了 有見 我一下 好 我怕他們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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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有 人 有 有 你安靜那裡 我可以? 编语 编语 对 因为我们今天是来到 我们据点分享 减不在文化 所以今天都是减不在文物 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 跟特色的 像水布 水布是减不在 万能的一个物品 然后这是棕榈树 棕榈树也是减不在的国宝树 它的意义也是万能的 从根到业都是有用处 它是L啦 它是L可以啦 但这个会掉 对 我介绍一下 因为你不会晒 他今天是讲师我是教练 对 姐姐是棕榈姐妹在台湾 我们都一样都是分享文化 然后今天他就是来带我 我是教练 我是讲师 今天我带他 带他出来练习 现在人家流行高腰耶 现在人家流行高腰耶 你有看到吗 有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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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绕签 这边都可以坐 这边都可以坐 你要坐哪里 店铁 店铁 准备说 准备说就是您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柬埔寨 我的名字叫潘喜琳 但大家可以叫我 林林老师 对 这样比较好记 今天来带大家认识一下柬埔寨 请问一下我妈妈 还有小朋友有听 听过柬埔寨这个国家吗 最近很红 最近很红 所以我特地来就是解开柬埔寨这个神秘的国度 好 来 跟老师一起去哦 柬埔寨是在亚洲 就是世界地图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柬埔寨在这里 柬埔寨比较慢一个小时 假如现在我们是10点 柬埔寨是9点 对 好 那这是我们柬埔寨的国旗 后面也有 我从小的梦想在读书 直到我出社会 我都想要当一位老师 虽然我现在梦想是成真了 我目前也有在教书 但也蛮喜欢自己现在的自由业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去参加活动啊 认识不同的人 不同的地方 都是新的领域 新的学习 很漂亮对不对 这个也是柬埔寨的代表 提示一下您好跟你好的其中一个就好了 好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来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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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 三个喔 先说 先说 说什么 要讲五 不是 来 跟着老师讲三个字 就列說 嘿 好棒 剩一個 好棒 敢擠手已經很棒了 這一次喔 柬埔寨很多的房子 叫什麼 叫什麼屋 來 叫什麼屋 講一下 是什麼屋 我們這邊是家福基金會 台北晚上清早工作站 那這一次很特別的是 那因為我們覺得現在其實 很多的新移民來到台灣 也開始在台灣生活 其實文化的共融 我們認為是在社區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邀請就是 講師 像我們今天是請到林林老師 她是柬埔寨籍的一個老師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親子活動 把柬埔寨的文化也推廣到台灣 一般的親子身上 讓他們可以認識多元的文化 然後彼此有交流 那未來在往後的生活當中 或是孩子的學習當中 也能夠更容易接受多元的文化這樣子 有天有嗎 有天有嗎 有天有 其實我們在人很少 然後參加很多的活動 以前不是我觸動 是我去看看別人 去逛逛一些市集 一些新移民的活動 為什麼都是很多的國家 只有 結果我們在這個國家沒有 只要我才做現在的工作 就是推廣結果我們在文化在台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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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喔還有手機喔 我們很像明星耶 那麼多在那邊 一二三 一二三 現在在等接小孩回家 因為他們今天是上那個消防隊的夏令營 然後我工作結束之後 就順便來接他們一起回家 因為今天老公他剛回來就在隔離中 所以我從早上忙到晚上 這個生活已經算是我的家常菜了 常常這樣 他教你怎麼樣的 當一個小房 對著概念 然後就問你們傳觀 你有戶外啊 對啊有戶外 有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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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樣到外面傳觀 我們在那邊地震團和搖七集 真假的 真的 是這樣的搖喔 對啊 你現在接他們 那你們怎麼回去 我們 我們等一下去做捷運 對 那你們要怎麼回去 哈哈 這裡是滷洲市場 我們滷洲人都很喜歡來這裡 我們只要稱為它是大廟 大廟市場 就是滷洲廟 呃 檸檬有了 呃 檸檬有了 對 今天是邀請姊妹來家裡吃飯 聚餐 檸檬佩姊妹 對 我今天我想要做我們檸檬佩的家鄉料理 我們今天會吃 吃草 我們檸檬佩的家鄉料理大部分都是吃生菜 等一下會 你讓你們看看 哈哈 哈哈 對 多少 我來菜市場都會講台語 我來菜市場都會講台語 我來菜市場 我來菜市場都會講台語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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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這個煮小 煮一丁鍋就好了 因為我們咖哩 咖哩大家比較OK 對 310元 他不是DRAE 他不是KNO MENI 這就是KNO 買鞋 我洗菜 因為我們兩個是好朋友啦 認識很久 然後也蠻支持的 只要拜託他 加上他有時間這樣會來幫忙 對 謝謝 都隨便做 我家比較小啦 不好意思 謝謝啦 我家水果多來送一點 好意思 就是我們姊姊姊在台灣很少 大部分都是一樣上課認識 或者是活動 同樣姊姊來啊 兩個就換了 聊不完的 換了 今天 對也算是說 在我家辦 然後特別 開心 然後興奮 有姊妹來我家 但其實到其他姊妹家辦 我也很開心 難得去在一起聊聊天 吃家鄉的東西 因為以前是跟公婆一起住 都會不太方便邀請姊妹來 然後藉由這次的搬行家 然後姊妹也疫情的關係 好久沒有 沒有聚在一起了 所以呢 就邀請姊妹 第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邀請姊妹來這裡 對 有那種意識感嗎 就是每一次跟姊妹來去餵這樣子 就感覺到好像已經在家鄉了 對 就是感覺很開心 好像感覺哇 我已經回到我家鄉來了 有一首歌我記得 誰唱我不知道 但是她說 側片美食 還是媽媽煮的好吃 那你側片家裡想不想家裡 雨天啊 對 側片美食 但是味道都不如媽媽煮的 我今天非常開心 也非常謝謝姊妹們 來到我家 雞叉 恭喜你 恭喜她 算是新婚啦 不… 算是新家嘛 對 恭喜她 滿…真正 又…很厲害 很厲害 恭喜你 謝謝 那喜琳今天第一次 約朋友來家裡的話 這個也是對她來說 她也準備很久 她自己滿重視這一次 可以約朋友家 因為她到朋友家 參加聚會好幾次這樣子 那一直沒辦法約朋友來 也是由我們自己個人的因素 那因為我們家也算是 滿傳統的家庭 因為家那邊的空間 也沒有說比這邊大很多 搬出來住就是那時候衝擊最大 就是衝擊最大 什麼衝擊 吵架 吵架 所謂吵的都是很基本就是 小孩子的 再來的話就是家裡的 那家裡的話就是跟媽媽住嘛 跟媽媽住的話 她會覺得這樣子啊 在唸啊 那樣子在唸 那晚上我們睡覺 有些時候都會聊到兩三點 這樣子 那她說她要搬出去住 在附近住個房子 那這樣子一樣可以接小孩 小孩子如果下課想要去她那邊 這樣子 那我也是當下的頭腦想到說 那可能要用這樣子 要不然一直在家裡面 家裡面的氛圍就是兩個人一直吵 一直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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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太幼稚了 因為情緒都沒有考慮到她 家的中間跟我婆婆對我 那麼多年 其實就像剛剛導演說說 我爸爸媽媽是都是很照顧她 但是是用他們認為說 這樣子是對妳好 那我當下吵起來我會說 這都是為妳好啊 但是她會說 妳要這不是我要的啊 她後來也跟我對不起說 她對不起那前面那幾年 都一直把我一個人留在台灣 很清爽的時候 已經過了那就是過氣而已 她回來了 對我來說也是有可靠 但還是會人生呢 還是會有一道不一樣的 她來了反而大家整天都見面 也會是又跟她衝突 口角這些齁 但她還是會幫助我很多 幫忙照顧小孩啊 對 這是加油齁 欸我要用小球 你要用小球 按下後面 按後面 好沒關係 讓她一分 其實開始直播是我自己摸縮的 第一次直播不好自己重播看 哪裡需要改進 像講話啊動作啊 畫鏡頭歪之類啊 就要調一下 下一次就 每一次直播每一次秀真自己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爸媽最近太忙 好久沒上來直播了 我又再進了 上一次那天 然後也是這幾年我踏出來 對從有老三到現在 我就才敢走出來 以前都一直在 關在家裡 就一直當前子媽媽 顧家顧小孩 我覺得要那種 踏出來那種 心態是非常不簡單啦 有些人看到我外表是 欸你都做得這麼OK了 其實都不知道我背後 我一身偏臨都是傷 然後遇到一些挫折 還好是有先生的支持 還有他在我背後的那個安撫 還有一些資源 所以讓我才勇敢走出來到現在 覺得這一路走來 雖然不容易 但回想起來 有一種說 就是先苦後乾那種 那種感覺 想要的就可以看我的回播 拜拜 我說拜拜的那個數量 就很多人進來 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 我是潘喜琳來台灣十年 四位三寶媽 雖然一路走來有點辛苦 但也有幸福的時候 感謝台灣也感謝我先生 這一路走來的支持 希望未來在台灣越來越好 謝謝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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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媽媽辛苦 她哪一方面辛苦 我會辛苦 因為媽媽不是在這件事嗎 欸 還在看這件事情 沒人聽得到 我想這麼晚上 每個都還在忙工作 這個臭椅是要炒的 要炒的 表情 表情 謝謝媽媽辛苦的照顧我們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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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